93岁高龄老人用一口流利的英语接待着眼前的外国人 这些大洋彼岸的西方人不远万里奔赴云南大山深处 只为当面让这位内西族雪山神医好脉看着 这里是云南省丽江市御龙县白沙镇 老人名叫何世秀 年少时陪伴父亲好友国家地理杂志的植物学家洛克 踏遍御龙雪山遍寻百草 但彼时的何世秀并不知道 整个丽江将会因为他们而改变 1986年 美国时代周刊发表了洛克的世界一文 丽江自此走进了国际事业中 也让这群西方人记住了雪山脚下的这位不染沉潇的不衣郎中 何世秀出生医药世家 父亲和爷爷都是中医 但在那个大力发展科学的年代 父亲选择让何世秀走进校园学习科学报校祖国 何世秀以丽江状元的成绩考上了上海海军机械学院 后因为身体原因转入了南京外语专科学校 1949年毕业后入五参军 但却因为患上肺劳不得不回家休养 在那个医疗资源匮乏的年代 患上肺结合基本已经被宣判死刑 但何世秀没有自暴自弃 他一边在地方财校教英语 一边接过了父辈的医博 何世秀开始深沿中医学 采访许多民间从医者 国采重家之长 最终来自雪山的万千本草治愈了他 从自救到旧时 老人的经历充满了东方的神器色彩 一直到七十多岁 何世秀仍然坚持自己上雪山采药 但随着年纪越来越大 开始变得力不从心 儿子和树龙心里明白 要强了一辈子的父亲 不会主动开口让人帮忙 子孙们便主动上山为父亲采药 曾经父亲教他一株猪便认草药 如今他也这样传承给自己的孩子们 道德经有言 上善若水 利万物而不争 做人也是如此 一定要做对万物有好的事情 这个狗嘛 他的活很好看 他的肚子很好看 你要去以后 从肺里面握出来 他的肚子也会展出来 这座狭小的屋子 本该是老人移养天年的老宅 但他却在六十岁时将其改为济世救人的诊所 如今已经见证过一百三十多个国家的有人造访 老人最大的愿望 便是希望世间没有病痛 与父亲一样 和树龙一辈子也与雪山本草相伴 院子里种下的都是雪山植物的种源 这是祖辈们的心血 他想用一生去维护 对于前来求医的人 和树龙全部一视同仁 无论是何种疾病 都是同样收肥 如果病人情况困难 他便分文不取 除了药理上的治疗 他还主张病人一定要有乐观的心态 可以做癌症病人 可以做白症病人 他必须有心理障碍的 医院里边症状了以后 为什么一个月不到就走了 他其实那个人不是逼死的 他是怕死的笑死的 在工作上他擅长开导病人 你千万不要把你的自己的痛苦 你交给我最理最起的 老男的再努力 你的儿子再辛苦 他们又又越得不到你一宝贝 在家庭里 他同样珍惜亲人 老两口都已经九十多岁 一辈子没进过医院 没有一天能闲下来的 母亲不认识一个子 只会说传统的那些话 为了帮助母亲活动大忙 何树龙还会教母亲学习英语 老两口一辈子感情和谐 真正诠释了什么叫白头邪漏 2018年 老人何时秀安详世事 享年九十五岁